是 它的側面 是 它這一個更衣室喔 因為它空間的關係 它比較小巧 比較精緻化 那因為這女主人 她本身生活習慣很好 她的陳列 衣物 包括她的包包都擺很整齊 真的很像就是我們在賣場 看到那樣子的展示對不對 對 所以說我們裡面 做開放式的一個成價 那就是說透過女主人 她的好的習慣 衣物的一個擺設 這樣看起來就 視覺上就很規則 而且一目了然 要找東西也方便 是 然後第二個 我們透過那個大面的更衣鏡 跟我們的這個化妝鏡 這個兩個鏡面的一個放大 可以讓我們這個整個更衣室 的視覺上 有這個放大的一個效果 而且鏡子呢 我們的化妝鏡的後方 也還有玄機呢 我們透過這個鏡子的後面 做了一個比較淺薄的 一個化妝品收納棍 因為化妝品的罐子又比較小 那這樣的話在整個 收納方面來講的話就比較 輕鬆方便 它就可以維持它有一個 很乾淨的台面可以使用 對 是的 我想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好 當我這個主臥貝玉的兩扇門頭是打開的時候 它反而變成了是我兩個主臥室之間 很棒的一個通道跟動線 是 透過這個通道 我們來到的是南主人的一個房間 那在我身後這一面來講 我們是做比較多功能的設計 也就是說這個門片 它身具就是說 它是當櫃堤門片 那它也是當這個浴室的走道的門片 那在平常我們進浴室跟這個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做一個視覺的對稱 那比如說我們先把門片關起來 那這邊來講就左邊這邊 右邊這邊的一個收納 跟左邊這邊的門片 加上中間這個開放式的層面 它形成一個對稱的效果 OK 你是說這邊還有一個門片 對 這邊有收納的功能 好大 喔 是 OK 可是當它關起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完整 然後對稱的牆面 是 而且觀眾朋友也可以仔細的看到 它其實在它的這個包框勾邊的部分 這個材質 是 我們在整個設計上 是用這個白蝦木來做主要的一個主視覺 那我們旁邊來講 用比較淺色的米白色的烤漆玻璃 在視覺上它會有點加分跟點綴的效果 會提升它的這個櫃子 整個精緻度跟質感 是 再加上你打燈光的方式 讓這個牆面其實完全看不出來 隱藏了兩個門片 這也就是一直以來 我看陳設計師在你功力很強的地方 你都讓門片就是整個虛化掉 反而變成是空間 那個牆面很棒的設計 反而不覺得是門片了 這個部分我們經常在思考 就是說怎麼樣讓這個美觀 跟它的使用 可以取一個平衡點 很好 當然啦 這個空間因為是屬於男主人的臥室 所以在設計的風格上呢 就會有比較陽剛的味道 我們採用這個黑白對比的一個視覺 利用這個仿這個皮面的一個布紋 來做這個主要的一個主體 然後中間呢用淺色的 黏質的一個崩布 讓它視覺上也呈現一個舒適感 然後在這個分割線的一個比例 讓它呈現一個比較大方的分配 那主視覺來講的話就會覺得說 整個床頭形成它的一個比較大氣的一個視覺 進來的話再搭配我們那個書桌深色 所以說它這邊就是說 包括木紋床頭 我們都採用雙色器 就是深淺 深淺 在視覺上有一個對比的一個效果 對 跟區穩 那一開始其實我們也有提到囉 這兩個雙主臥的設計 都是為男女屋主量身打造的 是 每個的需求也不同喔 是 原始格局 剛好男主人跟女主人 它的空間是對調的 哦 對 那後來我們再評估就是說 它建築物的優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這個空間 隔一個更衣室的話 那它的採光跟它的一個大小 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哦 OK 是 那所以說我們就把這個空間還給男主人 OK 是 那會覺得說男主人 它的書桌 桌樓的位置 面對的採光面 在閱讀的時候我覺得說 視覺上是很優雅的 我覺得說空間 跟這個室內室外的一個設計 它必須要找到它最適合配合的點 真的哦 OK 那麼當然雖然男主人 我們沒有更衣室的需求 但總要有可以擺放衣物的地方嗎 是 男主人它的一個衣物 當然會比女主人稍微簡單 那所以說在這一面 我們用整面的一個櫃體 來做男主人的收納 然後再浮移 就是說其他的一個 折疊衣物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衣櫃 它是屬於主要的一個主體視覺 所以我們也是用這種 白色的淺像木紋來做主色 然後再配合這些 簡單的一個分割線 包括說打斜角的一些勾縫 讓它呈現出視覺的一個質感 趕快跟著芊雲來複習囉 電視主牆運用筆布 可以呈現素雅的質感 多功能和市區 巧妙的結合神桌的位置 也融入整個設計風格當中哦 最後還有芊雲最喜歡的 雙主臥設計 這麼棒的格局動線 是芊雲今天的首選哦